许兰儿补宠一家手机店在今年农历新年 卖出一架新手机给一名在国家电讯公司工作的男子 这名男子本月四号拿着故障的手机找上门 要求店家在保修期内帮忙免费维修故障的手机 不过店家在将手机送厂检查后 发现手机是因为入水才故障 因此无法获得免费维修服务 这名男子在获知手机无法免费维修后 当场恼羞成怒发飙 甚至威严恐吓店家 然后他就不爽 就指名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叫朋友来 然后又恐吓我们讲要三天里面给我们倒闭 然后就讲要动我们的店表 就自称他是TNB的员工 然后他的制服也是穿TNB的制服 过后我们就没有理他 然后他去吃草草草 草到他自己也没有去了 跑的时候他就去动我们的店表 刚好给我们一个客户 拍下他底上的照片 在手机店工作的李先生 今天在补种民政党区部主席 赵志刚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诉说遭恐吓的经过 就在男子大闹一场后 店家也已经向警方报案 不过所幸的是 男子在当天惹事后就没有再出现 赵志刚表示 他已经向国家电讯公司的高层 反映这名员工仗势欺人的行为 而该公司的总监也强调 会对他转开内部调查行动 MTV7刘湘霖采访的到